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亚马逊今天将启动 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的裁员计划 这也将是该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轮裁员 将有超过18000名员工受到影响 裁员始于去年 亚马逊负责打造Alexa数字 助手和echo智能扬声器的设备和服务部门首当其冲 最近一轮裁员计划今天开始 将主要影响零售和人力资源部门 公司首席执行官贾西本月早些时候 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 亚马逊过去成功挺过了 充满变数且艰难的经济形势 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贾西在备忘录中表示 公司将向受影响的员工提供遣散费 过渡性医疗福利和就业安置服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春节前 透过视讯慰问基层干部与群众 并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美好祝福 他说目前病毒仍在不断变异 新一波疫情虽然毒性有所减轻 但传播更快 传染性更强 对长者风险很大 指年长者是疫情防控重中之重 习近平指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仍然在吃尽的时候 但曙光就在前头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及调整后 最担心的是农村及广大农民 指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薄弱 要求现乡村三级 承担其属地责任 强化返乡务工人员和大中专学生防疫服务 加强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医疗保障 今年是疫情防控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运 客流量大幅回升 要求交通运输部门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 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的几率 内部拉斯加州警方近日遇上了一位疯狂的13岁少女 她在高速路上已高达100英里时速飙车 还带着一名11岁的男孩乘客 当地警方在周一晚上发现一辆日常Pathfinder 在80号周期公路上 一大约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行驶低于最低限速 警方决定对这辆可疑车辆进行拦截 在警车接近它时 对方突然加速企图逃离警车 在双方追车过程中 速度一度超过了每小时100英里 最后警方成功地对该车进行了战术干预 迫使她停了下来 经过搜查 警方发现了一把枪支和少量大麻 以及吸毒工具 警方表示车上的13岁女孩和11岁男孩 来自克罗拉多州 现军被保护性拘留 位于纽约的甘乃迪国际机场 今天发生客机相撞意外 索性无人受伤 JetBlue截兰航空发声明解释 一架计划从纽约飞往波多黎各的1603号航班 截兰客运 于早上7点准备从登机口开走时 撞上了另一架停靠在一旁的截兰客机的机尾 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会对此事进行调查 目前这两架客机都不再服务乘客 而这已经是近日在甘乃迪国际机场的第二次客机意外 上周五一架达美航空的飞机 在跑道滑行准备起飞时 另一架美国航空飞机竟然从其正前方经过 索性并未相撞 但两极最靠近时仅隔1000英尺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期视收看即将播出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